蓝羽之歌 清泉故事 作者 美 丁青松 译者 三毛 蓝羽之歌 海叶 约马姑妈又来了 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日文 她在破衣领下抓抓痒 然后指着小孩 于是我给了她女儿一点乳液 咳嗽了一声 唾沫横飞 我又给了她几颗维他命 她看上看下的 好像我在夏季大拍卖一样 她瞄到我的游泳裤 她看看我 我摇了摇头 不行 然后她看到一块旧的抹布 眼睛就对我瓢呀瓢的 我告诉她那是一块旧抹布 她又继续恳求 我想 就给她吧 我点了点头答应了 她高兴地叫了 亲热地抱了我一下 然后欢天喜地地带着她的乳液 维他命和妈不离去 我在诊室里做了一会儿 今晚有一艘补给船要回台湾 我打算一起走 有一个亚美族青年要动心脏手术 我想随行帮忙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再回来 天气很热 蚊子很多 我边想边搔痒 隔壁的一个老头探进头来问 有香烟吗 我拿了一只机械化的胶给她 她礼貌地点个头说 天主保佑 小雅游在诊室里乱逛 她从垃圾桶中捞出一块脏兮兮的纱布 我立刻抓过来 叫她出去 她打了站在门口的弟弟 她的弟弟就坐在泥堆里哭了起来 我出去给了她一块糖 但是她把糖用脚踢开了 我走到雅游的地下房子门口 对他们大叫说我今天晚上要走了 你还有剩米吗 雅游的妻子网上喊道 给我们 然后我听到雅游大骂她的声音 她走出来 抱歉地微笑 说她愿意帮我提行李 她的大眼睛盯着我看 你不会回来了吧 她缓慢地说 小雅游会想念你 她很顽皮 不听话 但是她喜欢你 我看着雅游 她的脸乌漆抹黑的 她微笑了 露出一排烂牙 她是个可爱的小男孩 我说 我把剩米给了他们 那天傍晚 马浪 雅游和一些十几岁的男孩 陪我到监狱 我和一些士兵搭上一辆吉普 前往港口 道别十分简短 没一会儿我就上了补给船 步上了回台湾的路程 我想到约马姑妈在我的房子里 搜寻物品 想到把我当成贩卖香烟机器的老人 想到我对卡吐西的教育失败 想到雅游的太太贪婪的看着我的圣米 我的思绪谴责着自己 你看 你根本没有帮助这些人 不论精神上或物质上 你都徒劳无功 他们占你的便宜 他们只希望能从你身上捞到一些好处 你怎么能这样的和他们生活 你为什么不做一些有用的事呢 这回我的心没有回答半句话 黑色的太平洋 永恒地展身在我的眼前 即使在夜里 水仍然信心十足 冷眼旁观地看着这个世界 似乎他比谁都要了解 在沉静中 我仿佛看到一个女人坐在阳台上 梳着她长长的黑发 她的头微轻 口里低柔地哼着一首可爱的歌曲 还有马浪坐在烛光下说话 她的脸上反映着黄色和红色的光彩 雅油葱至和善的双眼 还有她儿子那双很小的手 我会回去的